最近很多人都問我們 為什麼要做中文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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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為什麼 其實我的第一個反應是 為什麼不做咧 不過既然你們都這麼好奇 今天我們就來告訴你們為什麼 跟我走 雖然我們華人佔據了80%的國家 但是因為我們比較受西方文化的影響 慢慢的我們就忘記了我們華人的根源 甚至我們很多年輕人 都對自己的母語完全沒有興趣 我們失去的不只是我們華人根源 還有我們的身份 我們的特點 和我們對自己的認知 英文說得不好 飽受批評 這個女人在 Instagram 她只是做了一句話 她的意思是很難的 我還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中文說得不好 妳不叫妳幾名唱 嗨 我的名字叫 Tiffany 抱歉 我的中文很不錯 我還好 我還好 有些人甚至認為 比起說中文 說英文更有格調一些 之前就有人這麼跟我們說 你們已經在中國 如果你們在新加坡 如果你們在新加坡 你們必須在中國 她這麼跟我說的時候 我就在想 嗯 難道我不是華人嗎 如果不其他的話 還可以怎樣咧 這個 就等於在說 欸 我也是馬來啊 可不可以說英國嗎 呃 是不是聽起來很奇怪 而且好像還有一點 resist 但是這句話也反映著 我們對我們的中文根本的態度 當然我也能理解 畢竟上課的時候 數學 科學 地理 歷史 都是用英文教的 中文不好 其實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 中文不好不是問題 不願意學習才是 雖然說我覺得我的中文 並沒有其他國家的華人說的那麼好 但是我知道 不練習就不會進步 不願意說更不會進步 所以我們希望以我們小小的影響力 去讓更多人知道 其實 說中文也是很酷的 如果你們像我一樣 喜歡看台灣 馬來西亞 中國的視頻 你們就會發現 每個國家的視頻 都是各式各樣 種類繁多的 再看看我們新加坡 我們新加坡明明就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 為什麼就只有英文視頻 為什麼就只有那幾個特別火的youtuber 也許是有 但是因為不是英文 所以觀看的人也相對的少很多 到最後這些youtuber 甚至就再也不上傳視頻了 為什麼我們新加坡就是沒有中文的youtuber 印度的youtuber 馬來的youtuber 甚至 英文參中文的youtuber呢 其實我本身是很希望 在trending page上面 可以看到一些馬來語 印度語 中文的本地視頻在上面 我希望有一天 別的國家看我們新加坡的視頻的時候 會覺得我們這個地方 是很多元化 很有特色的 我們 不只是只有一種語言 一種視頻 我們也是很酷的 OK 其實 我們做中文視頻也不簡單 很多朋友都會告訴我們 在新加坡 做中文視頻 肯定沒有做英文視頻 觀看率那麼多 有時候我們也是這麼想的 但是 我們也相信 要是我們可以用自己小小的力量 在這個社會上 做一點小小的改變 我們活著 是不是更有意義呢 當然 會有很多人想要知道 接下來的計劃是什麼呢 其實 我們也不知道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但是 你們可以放心 因為我們不會 完完全全只做中文視頻啦 我們也會做一兩個英文的給你們 OK 最後我就想說 我們很驕傲自己是新加坡華人 你呢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記得點讚轉發 你們的點讚跟轉發是我們最好的鼓勵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訂閱我們啦 還有記得把你的小鈴鐺打開 這樣我們每次發視頻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就這樣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啦 掰掰 我們會不會再按讚 可以按讚